胡人这几个赛季的剧本大都是这么个套路 休赛期熊九九起昂昂准备打赶一场 赛季初表现亮眼给了球迷点希望 赛季末一看 好家伙 这球队怎么干复加赛去了 这不让人家国王逆转以后 胡人又变成西部地实了 名宿帕金斯也说了 单说现在的胡人跟勇士 勇士明显更像是一只一路前行的球队 而胡人则是一只混乱的球队 确实啊 胡人这首发阵容一直欢来欢去 投包始终没有给球队打造出一个完整的体系 再加上各式各样的伤病 让胡人的轮转变得更加混乱 打成这样也就情理之中了 而另一位NBA名宿肯阳马丁 在博客节目中表示 胡人的管理层问题最大 球队始终没有一个能帮助詹姆斯 分担压力的稳定得分手 他不得不每晚投进十七八个球 所以给詹姆斯找一个能得分的进攻型侧翼吧 他已经是个39岁的老家伙了 有球迷也说了 想争贯你就得花钱对不对 看看这些夺冠热门球队哪个不是肆意往上的阵容 詹姆的几本盘已经足够出色了 这时胡人老板太抠了 抠就算了 他还瞎折腾 直接给胡人耽误了 不过勇士那边情况似乎也不太乐观 库里的脚伤好像有点严重 这胡人跟勇士啊 真是一对难兄难弟